我们停在这里在吊石头 刚刚我睡着听见在响 那吊好大一坨叫的下来 黑妹快点起了 黑妹快点起了 这后面在吊石头 这山上后面在吊石头 吊了石头啊 这地上吊这么多 吊在人车旁边的 整天起来把车挪一下 这位太不安全了 昨天来的时候都好好的 被子不要跌了 被子不要跌了 去把机器打着 那机器可能都要打几次才打得着 这么冷 这是不安全 昨天晚上我们想是停在 这后面清静一点 谁知道他吊石头呢 这地上吊了好多 那头大的砸到车的话 把可能车掉砸一个洞洞 这个车顶上都有了 这太阳的蛮夹 这可能还好 有一层冰在这里保护着 是不 这里 都白了 那里也有两块 好冷落起来 好冷落起来 它这玩意咋没整个富泊呢 就像这样光秃秃的 到处都挺松动的 那种大的 这里拿了一根鱼干来 把这两坨石头给弄下去 刚刚这里这两坨我就剪了扔掉了 这里手没这么长 下去 怕的是等会开着走的时候 这石头 掉到别人的挡风玻璃上面的话 对吧 把别人的挡风玻璃给弄坏了 那还完蛋了 找一下看 另外还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就四坨石头 掉了四坨在车上 前面呢 前面也没有了 哎呀 还好太阳能不能给我们砸坏 这里砸了两个印子 这里风景还是挺漂亮的 山上还有好多雪 在外面这一条就是国道了 山要去国道 这样转下去 你鞋穿好没有 穿好了就整个走 这里它等会又掉下来了 稍微还掉大一点的话 有这么大一坨家里 咱的那个太阳能板可能就被砸坏了 还好是这么大一坨小的 早前来的事都没有吗 这可能不知道是晚上可能刮点风 还是那个雪给化了 是吧朋友们 那可能本来那山体就松动了 雪给化了之后给它一泡 就掉了还好 没什么大事 咱直接开着走就行了 这还这么早太阳都还没怎么出来 咱就开着走了 没办法 去吧 那边那个太阳升起来了 照着那个雪山上面 反光 白生生的 这里我们昨天是从雀儿山隧道出来 看见那里有一个停车场 有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停在那里的 结果这下山的路朋友们看一下是好弯 就像那个什么天路十八弯的那种 七十里拐的那种 全是这种一百八十度的 这种叫多少度 反正就是回头弯的这种基本上都是 这导航都没导 来不及了 管家随便开到前面哪里去 先停了再说 这里下山应该没有地方停车 要跟着 下到那下面那个跟着这个山沟沟里面开出去应该 一路从那山上开下来开了日三十公里 都没有找到停车的 这里看还有个停车场 因为全是这种山路那种峡谷 都不好修停车场 那路都特别的窄 先停在这里因为我们 连也没有洗牙也没有刷 被子都还没有叠 把这些给弄好了我们再走都行 被子这些叠了 你就不去了呦 刚刚还没带你去了的 刚刚我烧水洗脸刷牙的时候 还没带你去了 现在跟我出去放风了 你们俩在车上 关他 这里有个佛像 好像在维修等着了 看不见 好多河这边 水还挺清凉的 先停在这里 练洗了牙刷了 等我看整点什么早餐来自吃的 继续往前面走 好那里有块牌子 打马洞观景台 来 柏拉大佛塔 四家 魔梨巷 是不 平常我都不怎么爱吃早饭的 因为今天起得太早了 加上又坐车 坐了来 那头头头好像头饿了 我都还主动说整点东西来吃 平常黑面吃的话我都不爱吃 基本上有时候都要吃点饼干的 来吧 我是今天坐车头饿了 你也想吃吗 坐 坐 拿着给你吃吧 浩子都要吃 吃我们的咖啡还不吃吗 是不 吃 浩子都要吃我们的巴巴 这个拿给他 他不吃 他不吃威化饼干 嗯 这种便宝他要吃 来吧 咱车上的老鼠都吃了我们几个 这巴巴了 还没把他追下去 昨天晚上放了4张老鼠切 都没把他粘着起 太狡猾了那晚 曾经的 好了不吃了啊 不吃了 这早餐少吃点 等会你吃了我没有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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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够了够了够了啊